眼看妻子脑癌加重失忆了 男人的内心却有一点高兴 因为她意识到 这将是一次拯救他们爱情的机会 原来就在几天前 当两人正在甜蜜之时 妻子忽然收到了母亲一条短信 而短信的内容 正是男人之前写好的离婚协议书 看着自己生命里最后的依靠 竟然一直骗着自己 这个原本就生患癌症 只剩六十天生命的女人 彻底的崩溃了 以至于不管星星如何解释 这是之前一时糊涂血的 太阳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不仅当夜就要和她离婚 更是放弃了生命最后的希望 主动停掉了所有治疗 准备在大街上 结束自己这可怜的一生 你怎么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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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接下来有这样的事 我都知道 看着太阳已经被伤成这样 星星知道他们的爱情 这次应该是彻底的到尽头了 然而让星星没有想到的是 正当他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 随时都等待着最终宣判之时 奇迹竟然再次出现了 他无意中发现 太阳好像失忆了 看着甜美的微笑和久违的温柔 再次出现在了太阳的身上 星星知道这是上天 又给了他一次拯救爱情的机会 然而 此时满怀对上天感恩的星星哪里知道 其实这一切神迹的真正始作俑者 并不是什么上天 反而是太阳自己 因为他们冷战的这段时间里 太阳心里虽然无法原谅 星星的这次欺骗 但他脑海却更无法忘记 他们曾经的那些美好 于是在这种反复纠结中 这个善良的女人最终还是决定 像屏幕前的我们一样 为了属于自己的爱 主动选择爱的失忆 把那些在爱里不好的东西 都随风而去抛在脑后 把那些美好的东西 再次的紧紧拥在自己的怀里 再次的紧紧拥在自己的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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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奄良的继续在스가